冬天泡脚是一大享受 你们家有泡脚筒吗 市面上有很多种 其中有一种是不加水 也能够暖脚的真足筒 我们带您看看业者的创意 每到冬天 很多人都有手脚冰冷的困扰 这时候泡泡脚促进血液循环 整个人都暖和起来 以前泡脚总是湿搭搭 现在不加水也能做足浴 木桶里不断冒出高温蒸汽 脚踩着还能用滚轮做按摩 这个每逢秋冬就供不应求的真足筒 来自制筒经验超过20年的台湾阿桶 泡脚筒我们以前在做的是很少 就很少人在做 因为大概都是一个老师傅 他就一个人这样一个礼拜大概做个一个 你要跟他买的话 你要先跟他讲 然后搞不好就敲个一两个月 敲好一个再卖给你 那市场就是以前是很小 早期木桶师傅南巡 想买一个木桶 少说等上一个月 临时中发觉市场供需根本不平衡 他认为木桶是一块可以揉的大饼 因此决定开工厂做量产 我是先接触到这个三温暖的蒸汽箱 那以前这种东西是个人式的 个人式的它最早期我们发现它是用塑胶帆布 塑胶帆布它里面单只有放一张仪板凳 然后它蒸起来就是 蒸起来那个脚很烫 然后上半身还没烫 你脚就烫了快受不了了 然后你蒸完之后底部还一滩水 你要去擦拭 然后就是我们觉得那个东西还有塑化剂等 我们就是觉得不太妥当 然后我们就请人去制作这个木头的 那木头的好处就是说 它蒸汽上来 木头会稀释掉那个潮气 所以你蒸完之后底部也不会一滩水 你蒸汽的那个均匀度也比塑胶的好很多 临时中的三温暖木箱是它的创业代表作 因为蒸汽效果好 一上市就受到消费者欢迎 最高纪录单月就卖出将近100台 这个有温度控制 30度到80度 这个温度控制最主要是控制这个箱子的温度 因为我们这个空间小 空间小的话你人进去投在外面 你如果不控制温度 它可能你坐个5分钟 它可能到达 譬如说已经到达40度了 你坐个10分钟 可能它已经到达60度了 它可能你在坐它的温度会越来越高 高到你自己都不知觉你会烫伤 所以我们控制到70度 它就到达箱子到达70度的时候 它会断电 三温暖木箱释出消费水温之后 林市中打铁趁热又开发沐浴桶 各式大小深浅宽窄不同的木桶 琳琅满木 陈列在门市里头 泡道桶做的话 就是推广到每个家庭去 也不是说卖给那个三温卵 还是民宿 你光卖那些还是数量还是有限 最大的还是最大宗的 能把这个饼做大的 还是卖到一般的家庭去 林市中说 他决定做沐浴桶 就是把焦点聚集在一般家庭这块市场 因为木桶具有天然芬多精 保温效果又比浴缸好 适合老年人和海童使用 近几年养生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 泡澡几乎变成一种全民运动 脑筋冻得快的它 立刻倒入SPA水疗机 让木桶也能变身按摩浴缸 水疗机它最主要是 它除了说它有水疗的功能 它是用坐垫 坐垫下面有很多细细的那个出水口 打气泡的东西 它水疗机开到最强的话 它一秒钟能产生几万个小气泡 它打起来是全身的 我们的肌肉都会震动 领事中的木桶 从几千块到上万元都有 差异当然源自于木材 利用块木和肖楠木制作 块木价格稍便宜 寿命大约十年就得淘汰 肖楠木也是俗称檀香木 单价高贵却相对耐用 块木做的木桶就是 它容易黑斑 寿命可能用不到十年 还是十多年 顶多就是十多年 环境很好 保养很好的话 大概十多年 但肖楠木的话 寿命就比块木长很多 因为它的密度够 我刚刚讲过密度够 水放掉在干的速度很快 参观台湾阿桶的工厂 师傅们各个戴着防毒面具 但别误会有毒气 他们在防的其实是满天粉尘 做木桶真的是一件辛苦活 不止空气问题 体力也是很大的考验 水放下去水都放不满 那怎么泡澡 所以我们在枯这个桶子 一定要枯得很紧很紧 不能枯得松松的 你容易敲 一下子就把它敲进去了 那个桶子一定不牢靠 你看我们师傅 我们师傅在弄那个最下端 那个线一定要枯得最紧 因为桶子最重要就是 最下方那个线如果不紧的话 水压一放最 水压最重的地方 一定是桶子的最下方 那个最下方的线一定要很紧很紧 那个水才不会漏 菇桶子得像这样 两位师傅手脚并用 才能把这大桶圈牢牢 每一个木桶都是全手工打造 费时费力 遇上旺季 还得每日每夜赶订单 旺季大概是中秋过后 中秋过后慢慢是 大家就觉得说秋天来了 然后冬天快到了 就会想到说要为家里添沟 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冬天跟夏天 销售量大概差有一半 大木桶不算新鲜玩意儿 而是老祖先的智慧传承 只要加以改良变化 还是能创造性商机 所以泡澡的木桶 跟我们的刻板印象 真的差别很大 其中既能够保持古朴的质感 然后又能够变身 现代化的一个按摩浴缸的方式 谢谢您收看致富命榜